嗯 我也会 你也会 那你三个里面选哪一个 都来 都来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 小明想吃只牛蛙 爸爸同意了他去超市买牛蛙 眼见着 小明爸爸已经掏出钱 要把牛蛙买走了 牛蛙弟弟赶紧叫牛蛙哥哥 牛蛙弟弟 这个飘铲牛蛙弟 这个在底下牛蛙哥哥 牛蛙弟弟说只要把鼻子录在 他对牛蛙哥哥说只要把鼻子录在水外面就可以呼吸了 牛蛙哥说你耍啊 你封死老板 越来越会想哎呀这只牛蛙都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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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给别人吧卖给别人吧 牛蛙弟弟一点都不觉得牛蛙哥说的有道理 说哎呀我爷奶奶爸爸就是没有听我的 我奶奶他们早就被吃了 我奶奶是红烧的 我爷是清蒸的 我爸爸是胶炎的 我要跟讲讲啊姐姐的切入点蛮好的 我不想听我不想听姐姐的 你听我说一下姐姐切 不要不要听 在一个风和日历的 在发风和日历啊 在发风和日历啊 这也是一个 在一个风和日历的早晨 在一个风和日历的早晨 小莉收到了爷爷送的六一礼物 一一只花朵 他开启的小莉开心极了 每一天都站在马路旁数花瓣 一片奥不得两片奥不得四片 也一直从早上数到了晚上都没数清 在一个风和日历的早晨 小黄和小黑还是像往常一样 关在笼子里 小黑叫小黄快看 快来快看 我们的好朋友小兔兔已经被人帮我 另一个礼物买走了 小黄说 那你怎么没有骗马特拉 小黑也吻屈的说 人家人家 人家嫌弃我脏 我是抖鼻穴 抖鼻穴 好吧 抖鼻穴 小小黄 小黄刚 你别吓我 连忙退了几目 问小黑 头皮穴会传染啊 好黑说 你傻呀 如果头皮穴会传染的话 我早就变隔离了 小黄摸摸自己的心脏 我还好